你害怕变老吗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go night talk的时间呢 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年纪 那其实我今天打扮成这样子 就是想要打扮成成熟一点 体现了自己的年纪一点 我有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发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刷弹幕啊 刷评论的 很多都会就是 把我当做一个姐姐的形象 可能是因为我在视频里面 表现的那个样子 还是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还是说我的长相就给到你一个 不是一个姐姐的一个感觉 我虽然是高兴的 就是说明大家比较信赖我 但是隐隐约约的我也觉得说 其实我确实是到了一定年纪了 就是已经不是那种 可以说隐藏自己真实的年纪 就不告诉大家 然后让大家去猜 或者是可以装嫩啊 怎么样的 现在经常会讲 就是什么初老的症状啊 然后初老的心情啊 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是初老的话 我觉得是25岁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开始慢慢地体会到了 一些身体上的变化 然后那个时候 我自己的心态是 年纪是慢慢开始变大的那种心态 就接受自己年纪变大的心态 但是并不是到恐慌的那种心态 那种的初老的状态 那种初老的心情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恃宠而骄的感觉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回头再去看 我就发现我这一两年对于年纪 对于自己的一个老的状态就特别特别的在意 首先是前几天 然后我同事就突然间发现我头上有一根白头发 然后他就说帮我拔 我说嗯好的 我很平静的那个时候 然后他在拔的过程中 拔了一根发现 诶怎么还有一根 然后拔了第二根之后 发现诶还有一根 拔了第三根之后 发现还有 拔到了六七根才停下来 我从第一根的心态 我本来是很平静的 我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我可能偶尔就是有一两根白头发的 到了第六根 我真的是心已经沉到了最底下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是矫情了 但是我爸爸妈妈都是少白头的 他们都是可能30多岁40多岁 就头发已经全白的那种 我从小就看到他们一直在染发的 所以我自己到现在为止 一辈子到现在为止 对一辈子都还没有染过发 就是有一种 我的命运终于追赶上了我的感觉 还有就是这两年会听到一些话 就可能其他人对我的夸奖 哎 Kerry你多大啊 九几大 蛤 你是80后啊 哇 你看不出来 我一直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大 都90后 这种话 它是在夸奖你吧 应该是在夸奖你吧 但是 你当下 我当下听的那个心情就是 你意思就是我很老了 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会说 哎 你看不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年纪就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就看得出来 是30岁 所以你觉得30岁是怎么样 很老吗 我自己25岁以前 我们刚入职场的时候 或者是在大学的时候 是很残忍的心情 是很刻薄的 我对于 我那时候很傻 就很刻薄 那是我的黑历史 就是对于可能年纪大一点的 年纪长一点的女性的心态是很不正确的 就觉得他们经常会来嫉妒年纪小的人 年轻漂亮 那等到我真的长成了 就是我曾经刻薄过的那些女性的年纪的时候 我就发现 也就那样啊 我也没觉得我自己说 跟20多岁我的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可能身体上面是有一些略微细微的一些变化啦 那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有保持运动的习惯 我觉得是就缓解这种变化在的 一个是皮肤 像我以前的话皮肤真的是没有毛孔 现在真的是有毛孔 就可能你们镜头上面看不出来 其实镜头上面的皮肤 比我真实的皮肤要好得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身体 我那个时候 以前也基本上不怎么运动的 但是我的就是腰啊 然后腿啊都会相对细一点 然后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胖 我可能饿个一两顿就立刻能够瘦下来 但现在呢 我哪怕是保持运动的习惯 哪怕晚上可能稍微吃少一点 我也很难很难的瘦下来 这些身体上的很细微的变化 其实对我的年纪渐长 我真的没有那么的在意 我觉得这是就是很自然的一些规律 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还有就是别人看你的那个心情 像是现在在职场当中 90后都已经不算是年轻的 Mary 上次那个client 真的是stupid 竟然问我是八级的 OMG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我真的受刺激了我 看着你一个80后 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那种大长辈 但是我又没有混到大长辈的那种资历 那种职位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很失败的一个例子 我可能喜欢的那些歌手 喜欢的那些明星 现在都已经就完全不流行 就是完全是那种被时代淘汰的人 而现在当下最流行的那些小鲜肉 或者是那些明星 那些歌手 我都已经叫不上名字了 哪怕我是现在非常用力的去了解 现在最使心的是哪些人 但是我用力去了解的这个 这个举动就其实已经很落后了 年纪变大 对于这种流行的事物就有一种 一直在后面追赶的笨拙感 永远都是追不上最前面的那些人 我如果用力去了解 我可能也只是了解一个 大家已经反复在讨论的一个人 而不是刚刚冒出来的那个人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 那个时候很喜欢看什么MTV啊 什么音乐风云榜这种节目 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我爸妈 我爸他是那种很鄙视的眼光 他就觉得 这个歌有什么好听啊 然后这个歌手又是谁啊 唱得这么烂 但是对我来说 这超级好听 这个歌手好帅啊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就慢慢长成了 我爸妈曾经的那种心态 那种眼光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要去接受这种现实 那是就很残酷的 我曾经也是那种 就以为自己可以很获达的 接受自己的年纪 然后觉得年纪不过是一个数字 这样子很酷的那种想法的人 但是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自己真的是成了30岁 我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30岁的 有人来问我年纪什么的时候 我更倾向于说我自己是89年 而不会去说我自己是30岁 就我对别人说我自己是30岁 这个这句话 我好像都有点说不出口的 就在视频里面说我还可以 因为就是面对相机说嘛 就自言自语一样 但对人我真的有的时候就说不出口 我说我30岁了 这个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大对劲 我30岁呢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我觉得这一两年我能够越来越接受我自己 越来越做我自己 就让我自己舒服就好 我不愿意去迎合别人 让自己不舒服 但如果你让我现在就回到20岁的状态 我是真的不想要回去的 我那时候又穷 又不知道打扮 打扮可能稍微知道一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风格很不适合我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我可能是选年轻一点的年纪 现在的钱 现在的生活条件 总之你让我完全全年回到20岁的样子 我就是不愿意 希望我这样说不会让大家觉得很恐慌 因为毕竟看我视频的很多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姑娘 就让我这样说 可能你们会觉得说 变老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就有可怕的地方 但是也有好的地方 我也希望我自己是可以坦然 从容变老 优雅变老 我好像够不上优雅那个词 变老就是一个慢慢接受自己是谁的一个过程 希望这个视频呢 可以给到你一些小小的启发 让你对未来不会有那么恐惧 让你对变老不会有那么焦虑 毕竟你看看我这种30岁的未婚 大龄女青年 也没什么钱 然后事业也没怎么怎么样 那过得好像还可以 所以说不定等你到了30岁 你肯定可以过得比我更好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不要忘记一条龙虎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